《甄嬛后传》之沈梅庄 希望早日当皇后 安小楚的角色如此不讨人喜欢 不过人气依然是如此可报 这就更不提在《甄嬛传》中 角色讨巧 温顺端庄的沈梅庄了 尽管《甄嬛传》播出后 饰演沈梅庄的蓝希 多部作品《没趁热打铁》 陆续播出 不过靠《甄嬛传》中 积攒的人气 她也是如约签约新公司 在当年的活动中 新农家宣布将打造 《多部后宫皇后》系列的影视剧 这样在《甄嬛传》 只当贵妃娘娘的沈梅庄 看到了希望 我今天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就已经给我 一个很好的平台 所以那我好好努力吧 我正去早日由贵妃 爬上皇后的宝座 小编点听 沈贵妃这夜心还真不小啊 乐翻天综合报道